其實就是夏日輕時尚嘛 所以就讓自己感覺比較舒服 簡單 然後很清爽的感覺 符合夏天的感覺 我覺得一樣就是可能怕褲子會濕掉的 可能就盡量選擇短褲 那就是選擇一雙時尚的雨鞋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它可以穿很久 然後也可以就是 讓你下雨天不用煩說 到底要穿什麼鞋什麼鞋 比較不會就是跑水進去 所以我覺得雨鞋還蠻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可以選擇比較色彩 比較繽紛一點的雨鞋 可能就是素一點的 那就是夏天嘛 因為雨鞋其實有點 可能會有點悶熱 所以我覺得在視覺上 如果選擇比較 顏色比較亮 會比較 感覺比較夏天一點 其實也才兩雙而已 因為我覺得 畢竟我也是小姿勞 小姿勢 我覺得那兩雙就可以穿很久了 對 而且兩雙交替穿 我覺得 其實就已經可以搭 它配出不同的造型跟感覺 夏天到了 其實會在購物中心買 太陽眼鏡 然後帽子 對 然後其實 Party Bar也會買 對 自己戴眼的東西也會買 其實在保養上也會買一些 像剛剛講保濕美白 但防水的 防曬也會買 因為真的沒辦法曬黑 公司真的會把我錢 像是 像剛剛有 身體防曬 然後臉部的防曬 跟 彩妝 大家都知道夏天其實容易出油嘛 那眼睛很容易暈開的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眼線跟睫毛膏一定要 選擇很防水的 防油 生日禮物啊 嗯 在網路上 其實比較 呃 會去 多參考 其實在網路上有買過 就是像 朋友的禮物 像也會買 父親節快到了 也會買爸爸的禮物 那其實我覺得 網路跟 實際店面的 來比較 是因為它有 更多選擇 它有可能會買到經典款 或者是很多復古款 或者是一些 你可以就是貨比三家 然後去購 就是去買 我覺得是最 那我覺得最棒的 因為之前我 蠻不care就是 呃 自己的膚色 有沒有曬黑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公司覺得 好像 比較太黑 因為太黑真的會有一點 呃 有點怎麼樣 有點不太好 就是基本上還是 就是比較 白一點 因為我一曬就是真的曬太 曬到太黑 喔 其實我有幫女星 我們都有幫女星寫序嘛 那所以 其實那天我們也都在工作 然後 就真的很想過去 然後我們有簡訊替他加油 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我們也都 已經就是 一一的吃過他煮的 嗯 沒一樣菜跟飯 對 我們都覺得很好吃 所以 我們才會就是 寫序的時候很有心格 所以那時候我才說 欸 他真的 如果是男生 我應該會娶他 謝謝大家